行车记录器拍下 73岁的詹姓老夫人 出现在有瑞最后身影 随后就失去了音讯 那一天就是她两点多出门运动 然后到就是到我们民众有发 我们的邻居有看到她在这边附近徘徊 然后后面就是都没回去 到今天为止 詹姓老夫人28号下午两点多 从七度有瑞家里出门 戴着斗笠 穿着红橘色背心 两手还拿着自制拐杖 要出门运动 夫人走到华西一路有亮桥 随后就消失在镜头中 一直找不到 我们附近的都可以找 都已经找过 那也就是有个可能性 也有可能性就是要往外跑 对被人要载出去 那因为监视器有可能就看不到 现在上游找到基隆河了 平日来消防局动用了超过百人次 针对有瑞产业道路 山林西边进行搜索 但都没有寻货 都没有走出去 下到隔天的九点多十点 没有出去 以前要去山上去政策吗 没有 没有 他一星期才走这座 我都走来 夫人失踪家属 人不放弃 消防局大队长高琼瑶 警察局副分局长许耀斌 及潘所主管张文德 针对周边地形再进行研判 虽然已经超过了黄金 12个小时救援时间 但消防局表示 会安排人力协助搜救 他的行动也不太方便 那我们研判 初期是我们是锁定在范围 那第二天又扩大 那第三天也扩大 那我们在后面的部分 还是一样 我们再回归回来 再重新 由于欺读 有瑞山区腹地广大 日夜温差大 家属和搜救人员 全力搜救之外 也向神明请求帮忙 希望能够尽快传来好消息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